歡迎來到華視生活氣象 趕快來關心天氣了 今天整體看起來天氣狀況 水氣稍微少了一點點 相對穩定一些 然而到了明天 又會是有降雨的一個天氣形態了 我們先從地面天氣圖上來看 其實明天主要而言 還是吹偏東北風 因此在迎風面地區 本身就已經會有降雨了 但是從明天的下半天開始 受到南方水氣北移的影響 所以在中南部地區的水氣 也會增多降雨的狀況 也會變得比較明顯 我們從雨區暴圖上面 可以更清楚地看到 今天降雨是落在 大約在東北部還有東半部地區的 到了明天其實包含像是 在東北部地區 尤其是宜蘭地區 要注意雨是偶爾會下的比較大 另外在中南部地區 像是在靠近山區的部分 也都會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提醒大家要特別注意了 接下來帶您關心 各地詳細的溫度預測 首先我們先來看到 明天在基隆 台北跟新北市一樣會有降雨的機會 溫度是15到18度 桃園明天多雲 新竹跟苗栗是多雲到晴 高溫有機會來到21度 至於台中 彰化 南投 是多雲的天氣溫度是14到24度 而在雲林 嘉義跟台南 是多雲的天氣溫度是14到25度 高坪地區明天雲量也是比較多的 溫度是16到27度 空之野溫差比較大 而東部地區 宜蘭 花蓮跟台東都會有降雨 宜蘭的溫度是15到17會比較涼一點 而在外島地區 馬祖多 雲金門跟澎湖 有機會見得到陽光 馬祖溫度偏低是11到13度 好的 為大家整理一下氣象小叮嚀的部分了 明天下半天開始受到南方水氣的影響 所以降雨的機會是會變高的 而這樣天氣狀況會一路維持到週五 週六 雖然說東北季風減弱溫度稍微回升一點點 但是還是早晚偏涼的 而且都會有一些短暫的雨勢 到了週日之後要特別注意了 到時候風明又會通過了 所以各地的水氣又會增加 而下週東北季風也會增強 溫度也會往下掉 所以我們要提醒大家 未來這幾天都是比較濕涼的天氣 一定要做好保暖囉 好的 以上天氣資訊提供大家做參考 有任何氣象的問題都歡迎來到雨潔 還有華視的粉絲團留言